好 你今天可以看到朱立倫呢 就陪著侯友宜來到桃園 一起來合體 這幹嘛 要來幫忙掃雷嗎 現在決戰陶竹苗 感覺國民黨內真的爭取這一塊 認為他們鐵票區的區域很重視 為什麼呢 其實從侯友宜被提名之後 所有朱立倫跟侯友宜的合影 看起來在畫面上面 都是集中在臺北 都是在黨中央 都是自私的活動 但是今天終於跨出臺北市了 今天兩個人 事隔一個多月提名之後 朱立倫終於跟侯友宜同框 他們選擇在哪裡 他們選擇在那個 我們桃園的一間宮廟 首先現場很多人看來說 覺得人沒有想像中多 為什麼這個事情值得討論 因為張善政他是主角 是地主 桃園市長出來做這個湯口 找來了國民黨黨主席 找來了國民黨的參選人 照理講現場應該是 人氣鼎盛非常多的人生的海 但是說真的 想像比想像中少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警訊 就是哪怕到了藍營執政的縣市 張善政的阿爹 張善政所在的桃園市 他的人氣 你看他互動起來 跟附近的民眾 感覺都是行李如一 不是這個已經三位一提了 黨主席也來了 市長也來了 要選總統的候選人都來了 怎麼人還不夠那麼多呢 對 那現場的熱情度感覺沒有這麼熱以外 其實面對媒體尖銳的提問 侯友宜感覺有一點招架不住 侯友宜到這跟竹林同框 居然媒體是問他們說 你是不是樂見郭柯配 還是柯郭配 侯友宜他可能覺得想發揮一下創意 但是我覺得回答滿爛的 他說我樂見我會當選 好啦 對啦 我當然樂見你會當選 但是這個問題沒有回答 那另外他還講什麼配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跟全國民眾站在一起 又是問A答B 他完全沒有去評論 就是郭柯配或柯郭配 那對趙齊侯友宜 其實為什麼我講桃竹苗這麼重要 因為郭台銘他動作也很明確 郭台銘他到哪裡 他在端午節跑到苗栗 那他跟中東景縣長同台 那議長也到 現在外界都在解讀 到底郭台銘會不會獨立參選 邱毅是直接跳出來講 有八成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大概在七月 全代會之前 包含陳玉珍 包含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很多據名很多不據名的 認為說 侯友宜的民調 如果無法拉起來 那郭台銘的機會就來了 郭台銘幾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性就是 如果侯友宜真的選不下去 我不要講換侯 自己不選 那就不算換侯了 也就替朱立倫解套了 如果侯友宜自己不選 或者是真的被換掉 有沒有可能補上郭台銘 這第一條路 第二條路就是媒體關心的 柯文哲每天在那邊晃來晃去 開開心心 什麼事都不用幹 民調就往上衝了 所以開開心心的柯文哲 有沒有可能跟郭台銘合作 郭柯沛 柯郭沛 這第二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就是 郭台銘獨立參選 當你看到他現在 所有到各地 連到苗栗 跟中東景跟議長 又是議長派 都是議長派的這些人 到處跟郭台銘合影 前一陣子議宵 也是議長派 議長派的這些人 如果需要獨立參選 需要連署 議長派一聲令下 直接就連署起來了 所以第三種可能 當然是他獨立參選 所以這幾種可能在這邊 現在郭台銘感覺是 每一天都有形成 而且他的戲份 比侯友宜還要來得重 最後我要講 侯友宜感覺有聽進去 大家的建議 昨天端午節大家說 你是不是應該去拜訪一些藥角 拜訪一些投人 結果昨天 侯友宜的公開行程 兩個行程 一個行程是 早上九點在立蛋 首先先顛覆了大家 對於端午節的想像 因為我們都是五十立蛋 可能他比較天賦異稟 聽說有立起來兩秒鐘 那立完之後 後來去新北市的 議長盃的龍舟錦標賽 但是沒有跨出舒適圈 所以很明顯 其實今天 侯友宜在應對媒體的表情 肢體語言其實比起昨天 今天比較不自在 這是很明確的 那昨天我講跟黃培的差 今天沒有 所以侯友宜他到底可不可以 連離開新北市都一樣自在 我覺得這是他的考驗 但這個自在 來自於人民的支持 那今天在桃園看到的畫面 說真的 熱情度感覺還是不夠 所以也是希望侯友宜好好加油 侯友宜 真的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人員這麼糟糕 特別是在國民黨內的人員 是非常糟糕 剛才逸川 這個台語教學一下 告訴大家 爛跟云 這個差別 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來了 你看到這個是侯友宜跟郭台銘 他們兩個人 最近這幾天 他們的一個行程比較 你就看侯友宜 在6月22號的時候 合體新北的議長蔣根皇 23號的時候 跟朱立倫 跟張善政 好不容易有了桃園的行程 然後24號 25號 分別是要去新竹 然後跟去陸港 大家剛剛都講過 可是問題要他的好朋友在哪裡 如果說我們仔細看的話 他的好朋友恐怕勉強來撐得上的話 大概只有蔣根皇 剩下來的全部都不是你的朋友 都是因為朱立倫現在在外界 不管說是民調 老是看到侯友宜第三名的一個狀況之下 現在壓力可以說比山大 所以朱立倫現在要出手來救侯友宜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些的行程的安排 這些人包括許秀瑞也好 包括王惠美也好 包括說謝點玲也好 他們怎麼會是侯友宜的朋友 衝擊量也是這個 不管說是李乾隆 剛剛講了李乾隆的朋友 或者是朱立倫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現在最大的一個麻煩 然後又不勤勞 那這是他第一個 你看到他這些 其實他早就應該在5月17號的時候 你應該不管如何 你都應該去禪 都應該禪上人家 都應該去人家家去拜訪 那剛才其實講到雲林 還記得嗎 就是在新北幼兒園未毒事件的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天他不是辦了一個家長說明會嗎 然後那一天 他其實是有個行程到雲林去的 我們在這邊報個料 他那天多想去見張榮衛 就在青浦宮的門口徘徊好幾次 然後問那個張榮衛的妹妹 就張立善 你哥有在的嗎 不然我們有什麼樣的行程 張立善就是剛才 這個益川講的 大家去清潔隊員那一次 對 順便順便 我這手機裡面 會報有一張清潔隊員 你信順來好了 這個已經在上次雲林就發生過了 未來還會不會像鹿港 信順來花花龍舟 那新竹信順來包包肉燥 現在端午節已經過了 這個是侯友宜現在 因為你腳麻身體那些 然後再加上你又不勤勞 最大的問題 第二個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他手上他空手道 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到任何一個地方 你手上沒有政策 你剛才如果大家有仔細看 仔細聽 侯友宜在講話的話 你真的不聽還好 一聽真的會吐血 他又在那邊 我們都是好朋友 大家一起手牽手 大家一起團結 還是在講空話 你到任何一個地方空手道 沒有帶任何的東西要給地方 也沒有帶任何的政見 具體的跟地方來做溝通 那你就在講空話 所以他帶了朱立倫去 朱立倫才有條件 也有條件給對方 朱立倫就是要辦手禮 是啊 那可是朱立倫現在的問題是 因為他要把侯友宜的民調拉上來 可是侯友宜是主將 卻沒有辦法做到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郭台銘 完全不是這樣 郭台銘我們剛剛講前天 然後他去了這個南投 縣長 議長出面 找了一大堆議員 我們剛剛講說 他在一個閉門的會議 他5月17號就已經 劍氣於國民黨 就已經不是國民黨的 總統候選人了 要不然他一定會 這個閉門會議當中 跟大家來講說 我一定會來選總統 甚至於在一些 他們內部的討論 我們剛剛講不是拍桌嗎 說什麼我不是要動算 我是一定會當選的 可是你明明沒有 這個國民黨來提名你 那你憑什麼要當選 你難道是真的已經鐵了心 要這個獨立參選嗎 我覺得從這幾場的行程當中 是看得很清楚 然後接下來 你看不管說 他是到了苗栗 或者是到這邊 可以給人家食指緊扣 可以手牽手 苗栗 你看這個中東景 中東景看到這個侯友宜 是多麼冷漠 可是看到郭台銘 郭台銘剛才講 我講侯友宜有兩大 最大的缺點 是腳麻心退彗 又不勤勞 你看看郭台銘多勤勞 腰彎的有多好 身板有多軟 該道歉 絕對道歉 這已經之前就講過了 然後他現在呢 他到哪裡 他一直跑 一直跑行程 跟這些議長 一直的拔軟 跟地方一直的拔軟 然後他不會空手道 他至少現在 他說他承諾 他要成立智庫 要來幫忙立委選舉 他是有實質的 要拳拳到肉 那你侯友宜呢 所以這個差別 是真的非常大